我以前在學生的主座 可能我的人生就以前病猜疾了 人家說 昨天最初怕假的兩小時 就是外交和吃熱酒 結果都是讓我肚子 每次他喝熱酒要把他放 就是關於假 學術師都要去喝酒 和教育在補掉 丈夫二喜改不了 羅淑貞長期活在壓力下 偶然機會 他與女兒前往高雄進司堂 我就是在外國廳裡面 我就是跟祖父說 希望可以讓我的先生改變式氣 祈禱 發怨 也讓他跟丈夫真的踏進了慈祭 丈夫從做環保中發現助人的意義 多得多幸福 多快樂 那是陶貞長期活在外國廳 我出來為了 他本 祖父 本人 叫 無法無意 夫妻同修改掉陋席 但羅淑貞人生的波動沒因此停滯 手指頭 摩扇都沒力 所以都很沒辦法在那裡 把他起床電腦出來 徒來的手腳無力嚴重痠痛 追查之下 竟是肋風濕性關節炎 疾病沒阻擋他的致公路 大愛電視台播出類似的病例 不斷鼓勵著他 就是一隻馬 一隻馬 忙到都 那個手都痛了 還是在做 我們這群人都去給他感動的 他真的好 真真 真的 我跟祖父 可以做個禮拜驚 主座 是我最開心的 走過家庭波折 挺過酸痛折磨 他用心做慈忌 要讓生命良能散發五線光芒 大愛新聞 珍善美志工 邱晴珍 黃靖輝 鄭家貴 高雄報導